配备受油管的中国新预警机曝光 解决了最大的短板 为何一架就能顶两架空警2000 静静关注 近年来 中国预警机的发展速度之快 让世人震惊 先后出现了空警200 空警2000和空警500 实际上 中国最先进的预警机是空警500 该机使用载重20吨级的运久为平台 却是世界上首个采用全数字阵列雷达预警机 空警500原来最大的缺点就是航程小 制空时间只有8个小时 但是在近日 已经出现了配备受油管的空警500 这意味着中国最先进的预警机 一举解决了最大的短板 其实际作战效能也将超过两架空警2000 中国装备的主要预警机是空警500 如果都能加装空中受油管 整体作战能力将会出现巨大的进步 空警2000原来的优势是雷达功率更大 制空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在机头下方有一个对地测量多破了雷达 因此空警2000的最大探测距离 要比空警500远一点 而且对地面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 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中国服役4架空警2000 但是生产了近30架空警500 充分证明后者的实用性更强 更为先进 据悉 空警500配备的数字阵列雷达 具有重量性抗干扰能力强 探测精度高 指挥能力强 和数字化水平高等优势 空警500还配备有被动探测雷达ESM 可以收集雷达波和数据链通信信号 拥有极为强大的被动探测能力和电子战能力 数字阵列雷达的另一大优势 是可以引导导弹攻击目标 可以和战斗机配备实施A射B导战术 因此空警500的态势感知能力 可以指挥战斗机的架次 电子战能力都超过了空警2000 能引导导弹作战 让空警500在空战中能发挥重大作用 可以说 空警500的使用效能 原本就要比空警2000强大 在获得空中授游能力后 比两架空警2000还要强 据推测 空警500对一平方米雷达反射面积的目标 最远探测距离为470公里 最多能跟踪300个目标 最多能调度100架战斗机 对于一种战术预警机来说 空警500最厉害的一点 是能引导导弹攻击目标 这种能力甚至能改变空战方式 可以引导超远程空空导弹 攻击对方预警机 空警500目前真正的差距是反隐形能力 还没有配备米波数字阵列雷达 对隐形目标的发射能力 仍然无法与地面米波反隐形雷达相比 空警500是继轰流恩之后的 中国第二种拥有空中授游能力的大型军机 这一现象证明 中国运20空中加油机也将进入下角色阶段 加油和预警机都是空军战力的倍增性 两者结合 更让空警500的自卖效能进一步获得提升 空警500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强预警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